文志宏就看向了林院长 小飞 你就出手一下吧 林院长一看这情况 只好对着王小飞说了一句 什么 本来文志宏是想看看 林院长有什么说法 没想到的是 林院长竟然对王小飞 很有信心的样子 请王小飞出手 听到这话 文志宏疑惑地看向了王小飞 那中东的卡布拉 也就是借王小飞起哄 目的就是不想等到 华夏的高手到来 听着翻译的话 先是疑惑地看了看林院长 又看了看王小飞 不过卡布拉一扫尸之下 正好就看到了文志宏 那疑惑的眼神 卡布拉也是一个聪明人 一看这眼神时 心中就明白了 应该是华夏这个将军 也并不知道 王小飞有多大的能耐 不错 应该就是这样了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那年轻人能否治好 这就说明了 这个年轻人并不出名 应该并没有什么手段 把这事情一分析时 卡布拉就更加嚣张起来 大声道 你们那么多的专家 都无法治好我的大哥 凭什么那个年轻人 能够治好 有本事就让他治一下 治好了我佩服你们 否则的话 我立即就把我大哥拉走 这事一下子就被顶住了 文志宏又看了一眼林院长 心想 这都是你找来的人 搞出来的事情 现在怎么办 这时 王小飞看到了林院长 那期盼的眼神 在想到对方 把自己顶在了这里的事情 心中也是生气 本来王小飞的想法就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件事情 一做就会牵到人家的家族争斗之中 他是真的不想治难王子 可是事情出乎了王小飞的意料 发展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时 王小飞知道自己不出手的话不行了 这是你让我知道 王小飞就看向了卡布拉 卡布拉向着王小飞又看了一眼 沉生道 文将军 我大哥需要时间 再这样耽误下去 我大哥如果有一个伞失 谁来负责 你们有能耐就让他来治 否则 我把人带走 文志宏看向王小飞道 有把握吗 有 这次王小飞给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听着这话的专家教授们 都吃惊地看向王小飞 要知道 这王子的情况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面的 大家行医那么多年 都不敢说能够救好 没想到的是 这个年轻人竟敢排着胸口保证 这都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呢 行 你尽力地治一下吧 文志宏也是无奈 只好点了点头 小飞 需要什么准备吗 林院长双眼放光 他一直都感觉到 王小飞肯定能治 现在听到王小飞保证说能治时 他也激动了 急忙就问王小飞需要什么 不用 我自己带着 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王小飞现在完全把心情放了下来 心想 既然躲不过 那就去斗一下吧 不外 就是与一个外国的什么家族斗一场而已 站起身来 王小飞走了过去的 把人带来吧 既然你们需要我来治 我就治给你们看看好了 卡布拉这时 却是又把王小飞看了看到 治出了问题 你要复杂 放心 治他倒是没有问题 可能你会有点问题 大家并不知道 王小飞说什么话 卡布拉的双眼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很快就能够救醒 那些听着他们说话的人们都恶然地看向王小飞 心想 这小子也不怕风大闪坏了腰 竟然说这事并不是多大的事情 王小飞到什么地方去治 文志红看到林院长竟然有那么大的信心时 也只好相信林院长了 只好向着王小飞问了起来 没多大事情 几根银针扎下去就行了 就在这里治吧 名医们再次恶然了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心想 这小子疯了不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